资讯工具,台语学习,生活分享 欢迎来到巧学堂 大家好,我是乔乔老师 欢迎来到巧学堂和我一起善用资讯工具打造美好生活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AI工具 这个AI工具主要的用途是帮助我们自动生成 可以协助我们表达概念或者是文字的图表 根据乔乔老师过去的经验 无论是指导学生自作简报 或者是老师自己在备课的时候 想要把文字转换成用图表的方式来呈现 都是相对困难的 之前有一些像Gamma这样的生成简报专用AI 虽然可以协助我们制作简报 给一个主题它就能生成得又快又好 但充其量还是停留在文字及概念漂亮的排版出来 不具备有生成以图 结构化表达内容的能力 对于喜欢将简报内容 画成图表形式来自作简报的人 Gamma这样的AI工具是远远不复使用的 以往利用AI生成内容后 还是需要依靠人脑 将统整出的概念词汇用图示 线条 箭头等 搭配空间配置 绘制出具表达力的图表 实在是美中不足 现在AI工具已经越来越发达 最近乔乔老师发现有一个新的工具叫做Napkin AI Napkin AI主要就是在协助我们把文字内容画成图表的形式 那我们现在就来教大家怎么使用这个AI工具 在搜寻列输入Napkin AI后 登入可以看到它目前只有英文版 版本为Beta版 在它推出正式版之前 目前都还不用付费 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 我们目前也能免费使用它的付费版功能哦 在封面这边 有简单的介绍 带使用者大概了解这套工具主要在提供怎样的功能 输入文字后 选取文字 就能自动生成图表供使用者选择 我们现在直接来进行练习 如果是使用Chrome 一般都预设有提供可以做中文和英文之间的转换 有英文阅读困难的朋友 可以利用Chrome的翻译功能来操作 Napkin的英文是餐巾纸 所以翻译后显示的会是免费取得餐巾纸 乔乔老师其实没有很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些功能的时候 全部把它转换成中文 因为有些AI工具当你在翻译成中文之后 在点选部分功能时会有卡住的状况 导致无法顺利执行 在Napkin上我没有进行转换 大家若切换成中文后 使用有问题请切回英文版就能顺利运作 好 那我这边选择GetNapkinBury 进去之后你可以选择用Google 或是用你的email去做联动就好了 乔乔老师这边选择用Google的方式来联动 第一次进入的时候它会询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 你可以根据你的身份和你的使用方式去回答 回答的内容不会影响你的使用 登入之后你可以选择New Napkin 也就是选择一个新的文件 可以选择Drop with AI或是选择Blank Napkin Blank Napkin的意思就是给你一个空白的文件 就像现在这样你如果选择Blank Napkin 你可以把你要生成概念图的文字贴在这个位置上 将准备好的文字直接贴在这个空白的Napkin文件上 选好文字后还能调整文字的极句字句 这就像Word一样可以修改标题符号 把文字的尺寸调大 如果做错了想要取消点选 Undo或使用键盘输入Ctrl加Z都可以 生图的方式非常直觉 框选想要一句来生成图的文字 选择左边的小闪电 它就会针对现在这些文字内容 在文字的下方生成简报图 它目前提供的图表选择类型非常的多 因为图表类型很多 所以生成的速度虽然看起来很快 但是把选择全部列出来需要一点时间 大家要有点耐性 提供的选择才会比较完整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让你做选择 以往当我们拥有文字内容 想要将这些文字转换成图表的形式时 有很多的学生跟老师都会直接投降 这是需要很大量的练习才能累积出来的能力 它现在直接提供给你这么多漂亮的选择 是不是超棒的 像曹曹老师就很喜欢这种形式 觉得蛮可爱的 当它生成简报图示后 再往下拉 还有Generate Mode可以按 产生更多类型的图供我们选择 据官方表示 它目前大概有40几种的图表类型可以给我们选择 但是实际上应该是不会这么少 因为它还在持续开发当中哦 假设现在我想要选择这种类型 你还可以点右边的Styles 进入这一层后会发现它还有更多的配色 版面配置 图案的填色方式 有没有边框啊之类的可以让你做选择 你可以挑选一个比较符合你的简报风格的方式来填 我还蛮喜欢这种涂鸦风格 所以我就先选择这种类型 选了这个类型之后 接下来还可以再针对它的细节去做一些调整 比方说像这个易用性 它现在摆的图示是一个小电脑的图形 如果你没有很满意 你可以点它 点闪电 它会针对易用性给你一些其他的选项 当你选了它以后 假设我改成这个笑脸 它会针对这个笑脸再提供一些相似的选项给你 你可以重新再选一次小闪电 你就会发现它里面的图示又有一些变更了 虽然它目前没有办法让你一直不断的按替换 就直接全部换一批新的图示 但是它也提供了一些方式 让你有机会去替换找到更喜欢的图示 基本上只凭借文字 AI就能自己读懂这些文字 根据文字内容 自己去画出像这样子的图表 真的超厉害的 绝对比我们自己在Powpoint上面慢慢画 要省时省力的多 有些学生画完简报图以后 时常让我觉得 他们根本没有懂这些文字的内涵 有种为了做图而做图的感觉 但聪明的AI就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你也可以针对它的文字类型去修正 加边框啊 或是像这样子 你可以去试试看调整 点选这些功能 试看看修正后的内容 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 测试完后如果想要取消 按Ctrl加Z 或者按Undo 把它调回去就好了 调回去刚刚最原始的状态就可以了 字的大小 文字的颜色通通都是可以调整的 如果有两个文字方块 也可以选取后 让它们靠上对齐 靠下对齐 调整完文字 接下来我们调整图案的颜色 图案的边框出细可以调整 边角也可以调整 但是要记得图示的风格 形式 边框出细等 还是应该要尽量统一 才不会看起来有特别偏重 某个项目或弱化的状况 针对这个图 如果你想要去调整它 你也可以全部选起来之后 再单独点击 选哪一块就可以针对这一块 进行变更 像目前这样的选取方式 就是连边框都一起选取起来了 若要改变颜色 需要选到里面的甜色 因此建议在这上面按滑鼠两下 就变成只选择这一块 除了它的这个颜色之外 也可以针对亮度去做调整 亮一点 浅一点之类的 除了一线程的选项调整颜色外 如果提供的颜色选项你都不喜欢 你也可以增加一些客制化的颜色上去 使用滴管工具去吸特定的颜色来使用 只要画面里面有的颜色都可以吸取使用 假设你有需要配合的简报底图配色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image 把你的简报底图上传上来 因为一定要在同一个画面里才截取得到 这个使用滴管取色后 再按加号新增色票的功能 客制化滴管取色工具 是Pro版才提供的功能 轻信的是目前Pro版还没有开始收费 不需要付费启用就可以使用Pro版的功能 所以现在可以利用 大家就赶快多来使用它 刚刚吸的这个颜色 套用上去以后跟刚刚吸取前看到的颜色 还是有一些差异 那是因为亮度的差异 你也可以自己再去做一下调整 当然跟我目前调的这一个涂鸦感的画风也有关系 所以前入的颜色不会一模一样 如果你想要一模一样 要再微调亮度 让它跟底色是比较一致的 其实我们在配色的时候 不用要求到一模一样 大致上颜色有抓到底图里的配色 搭配出的结果就会是协调的 好看的 一模一样的颜色反而会过于单调 这是额外提供给大家的建议 如果项目需要减少 可以点选减号进行删除 跟PowerPoint的SmartArt一样 图形会自己修正 以因应新的需求 如果需要增加 则点选加号新增即可 假设这个图形我满意 我想要把它储存下来 放到别的地方使用 你可以直接选择它 框选以后直接选择下载即可 Napkin下载图示的格式选择有三种 PNG、SVG或是PDF 选择PNG 你还可以设定要改为搭配暗色的背景 图片的颜色会自动修改 文字也是 图片跟文字的颜色会自动修改 所以你可以试你的简报底图来决定要暗色系的图示 还是亮色系的图示 我蛮建议背景设定为透明 这样放上简报后才不会盖到底图的设计 如果你的底图非常复杂 则选择维持白色的背景 解析度也可以设定为一倍、两倍还是三倍 如果不需要再调整 不一定要下载成图片 也能直接复制到简报中使用 点选Clip Ball 复制起来 再到简报文件中按贴上即可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 如果我希望这上面的图片是可以拆解开来的 让我可以在制作动画时使用 你就需要在下载的时候选择SVG档 一样把背景设定成透明 按Download Download之后把这个SVG档汇入简报里面 插入图片 把SVG档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对着这个图档按右键 在组成群组的地方选择取消群组 出现提示视窗 这是一个汇入的图片不是群组 选择SV就能进行转换 选择SV之后 它看起来好像没有解散 还要再按一次组成群组里面的取消群组功能 它才会帮你把这些内容全部都打散 这时候就可以针对它的各部分去一个一个做调整 这边在拆解之后 我们原本的特殊甜色 拆开后被软体做了变更 没有原本的好看 虽然看得出来还是有在涂鸦的感觉 但是色彩上面在转化后有一些些掉色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希望它拆开之后 还可以保持原本的样式 甜色的部分保持完整好看 而没有被更动 建议还是选择实心的甜色 接下来若你想要自己在这个文件上绘制图形 你可以选择Spot Search 输入文字后选取合适的图形素材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第一个是Cat Cat是图案 而Pi是像圆柄图的图表 还有箭头直线图 Rectangle 各式各样像这样循环图之类的图表 那你可以直接打了之后按上下左右键去选择 选择出你属意的图形 假设现在我想要一个computer 它就会给我很多computer的图选择 好,我这边选了一个像这样子的图示 文字的部分可以自己善打 当然也可以用画的 在这上面就画出一些像这样子的线段啊 画完之后 Napkin会让你选择你要不要去修改 它也能直接帮你把你画的丑丑的线段 修改得好看一点 好,上述是用上传图片的方式来绘图 刚刚示范过了 如果你想要自己画 画一个类似像流程图的东西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自作 选择它之后 在这上面帮它加上这种箭头 或是这种箭头 它也可以让你直接用魔术的方式去选它 这些符号都可以直接下来使用 虚线 圆角 或是直角 宽度 颜色等都可以自己再做调整哦 也可以把Napkin的文件当作是笔记工具 甚至是按Add a Commit 在文件上面去做注解 想要取消的时候按Cancel 注解就会消失了 好,那你如果不想要利用整个段落来生图 只想要一个小句子 也可以选它之后按闪电 光是一句话就可以产生一些不一样的图表 补助你做说明 让你的口说更好表达 有利于听者或是读者来理解 这份文件如果需要分享的话就按Sure 可以针对特定的使用者开启共编 或允许他人加注解的权限 也可以设定为单纯检释的权限 最后再设定分享 分享时打上要分享的email 就可以分享给别人 收到连结的人直接打开link来看即可 若是你是希望任何有连结的人都可以观看 Download PDF的时候 预设可以把它选成一张大的页面 也就是一个完整的页面 或是选择一个A4的格式 或者是US Later的格式 当我们把它以A4的格式汇出之后 就会变成一个PDF 那你就可以把这份文件分享给别人 在Library这里 给检视我们曾经产生编辑过的文件 你想要开启一个新的文件时 除了空白文件也能选择New 再按Jore with AI 也就是你直接把要撰写的主题给AI 请AI直接帮忙撰写 我可以告诉他我生成的内容要有背景 叙述 举例 最后再加上总结 这样产生后 他就会直接帮我用AI撰写出一些文字内容 对于要经营部落格 写一些文件都是很有帮助的 那除了背景描述跟总结以外 这边就跟刚刚一样 如果想要针对背景描述去做图表 直接选它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希望从理财 他提供给你的这一些选项建议 比方说理财与预算管理 投资与资产增值 创造被动收入这个部分 这三点我要针对它再去做一个图表 我一样会把它选起来 再请它重新去帮我整理 它就会针对这三个形成一个新的图表 这边可以看到 它产生的图表类型 其实真的都已经很符合我们的需要 工具的介绍大致如此 在Library这边 你就会看到所有文件的标题 付费版之后的限制将会是 限制能建立的文件个数 不会让你无限制的开新的文件 所以建议大家趁现在还不用付费 赶快多来试试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